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夜我在御膳房外听见两个宫女议论说 近来送去东宫的膳食不同于往常 常常有一些太子本不吃的东西 而且量还比平日的多 他们还说 还说什么 他们还说 听到东宫里面传出太子与别的女子的嬉笑声 还听见太子喊 若霞 若霞什么的 臣妇本于上前追问 但天太黑 他们一会儿便没了踪影 臣妇实在未看清他们是谁 什么 太子竟敢将那云室私藏在宫中 简直是不将本宫放在眼里 我们去看看 记住 这件事切无外传 尤其不能传到皇帝耳中 是 是 新兰 在 传令下去 不准任何人告知太子本宫来了 是 像这种 若霞 你手艺可真好 这淑凯本就华丽 让你这么文实一番 更显气魄了 日后本宫定穿他上战场 为我大随 立不适之功 殿下 我在这副淑凯的内甲处 修上了我的名字 日后您若上战场 便如同我在身旁 陪着您一样 不对 我也要陪您去战场 我一刻都不想离开您 好好 日后本宫去哪 便带着你去哪 你便同本宫一起打天下 殿下本就因五之姿 您若穿上这鼠肯 并显得更加威武 朕本以为 而等此番前来 尚需一段时日 未曾想这么快 变到大兴城了 隋帝邀臣等前来 臣等自是不敢怠慢 路上一刻也不敢耽搁 周车劳顿辛苦了 朕在此敬诸位一辈 谢隋帝 朕知道 你乃敬 你乃敦厚之人 朕也不与你拐弯抹角了 知道此番请你前来所为何事吗 回隋帝 臣自知 未能管好陈属 令隋帝失望了 但请隋帝相信 臣定能处理好此事 梁国既然是大隋的附属国 受大隋保护 便做不出吃力爬外 背信弃义之事 朕也知道 你是个心中有树之人 此番 朕的儿子杨广 到访你们梁国 为给你们添什么麻烦吧 晋王能到访梁国 此乃梁国的荣幸 又怎敢说麻烦呢 只是臣离开后 只能由臣妹萧强 代为招待晋王等人 恐怕未免有些失礼了 萧强 听闻 你那位妹妹拥有冠绝天下之美貌 出众之品行 不知她可有许配人家了 皇后谬赞了 臣妹尚未许配什么人家 不知你是否舍得让妹妹 远嫁随果呀 能嫁到随果 是萧强的荣幸啊 那你觉得 让萧强与太子成婚可好 母后 这 殿下 虽是萧强的福气 但只怕她 配不上太子殿下 启宗陛下 晋王从梁国传来的快信 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快快乘上 陛下 可是有何好事 我们正在讨论萧强公主的婚事 没想到晋王便快书上奏 请求朕可以准许她迎娶梁国的肖强公主 父皇 定是晋王此番前去梁国与公主相识 两人情投意合 才派信来请求父皇的 我是兄长 当成人之美 还望父皇母后成全这对有情人 小老弟 你觉得如何啊 回随帝 臣等 意志而闻 随帝与皇后抗力情深 恩隆好合 臣想 随帝此时心中定有了答案 而随帝的答案 便是臣的答案 你是希望朕以情为先 好 那今日 朕便成全了这个情子 下诏书 准晋王杨广 赢取梁国肖强公主为妻 从此随梁两国更是亲如一家了 我们为此等喜事 再饮上一杯 谢随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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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位是洛阳刺史元孝举之女 元真 这位女子 虽不及刚才那位名艳动人 但看上去乖巧温柔 更慈眉善目些 那皇后定是更喜欢这位元真了 太子 来看看这位女子如何 啊 不过寻常女子罢了 与我宫中的宫女差不多 太子 本宫觉得你该找太医看看眼疾了 母后为何这样说啊 那贪图荣华不识大体之辈 在你眼里竟成了仙女下凡 如此上等女子 在你眼里倒变得普通平庸 你若不是犯了眼疾是什么 母后 人各有所好 即便母后不喜欢而臣忠义之人 也无需说话如此伤人吧 本宫若想伤人的话 那云氏还能安然无恙地 待在你宫中吗 你以为能瞒天过海 本宫不揭穿你 不过是念在母子勤奋 你别忘了 你是异国太子 所作之事该符合你的身份 那云氏必须即刻赶出东宫 否则 别怪本宫不客气 我是太子 我连自己想要的女人都要不了 我做的太子还有何用 胡言乱语 身居高位 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别以为自己是太子 便可以为所欲为 儿臣并未这样想 只不过儿臣是真心喜欢他呀 想和他在一起 若母后不让我娶她 这些女子我也不要 这还是佣儿吗 这还是我那个乖巧 董事的佣儿吗 皇后 您觉得太子 真的会将那云姑娘 赶出宫去吗 即便她心里有一万个不情人 也该知道以大局为主 你先退下吧 是 陛下觉得刚才的女子如何 这一位是 平稣一般 但是呢 也算是老实本分 再看看吧 陛下 陛下 线下只剩最后一位了 是元孝举之女 元真 嗯 臣女元孝菊之女元真 拜见陛下 皇后 太子殿下 免礼吧 谢陛下 此错 元真 你从洛阳远道而来 一路上辛苦了 回陛下 臣女不怕辛苦 你父亲一切安好吧 父亲一切都好 臣女代父亲谢陛下关怀 你此番前来是为了选太子妃 这是你父亲之意 还是你自愿的呢 回陛下 既是父亲之意 亦是臣女自愿的 你为何愿意呢 回陛下 臣女自小看着父亲的官位越来越高 她为百姓效力之势也越来越多 故而臣女知道 所处位置越高 能为百姓所做之势便越多 而一个女子 所能处的最高位便是皇家媳妇 所以 臣女自愿前来精选 没想到你竟有如此胸怀 难得 难得啊 可到之眼谁不会说 你为何想替百姓做事 回皇后 臣女常跟随父亲救助当地百姓 每次他们得到帮助 都会非常喜乐 而臣女也乐意见到此番情景 小小女子 胸怀天下百姓 还能以助人为喜乐 实在是品貌过人 看来袁孝菊 很会教女儿啊 陛下谬赞了 好 那你们便准备大婚之事吧 父皇 你先回去准备吧 是 臣女告退 父皇 此女子与儿臣不合适 求父皇受备成命 你告诉朕哪里不合适 朕帮你选了半天了 觉得这元朕最为合适 品貌家事都很出众 那你告诉朕 谁与你合适 反正他这样都不行 太子 如今是挑选太子妃 不只关乎你 还关乎大隋的未来 母后早已告诫过你 虚实大体 此事便这么决定了 待广儿与梁国公主回宫 你们两个便将婚事一同办了 退下吧 儿臣告退 君子万年 以旗侠服 我却只能娶一个不爱之人 共度余生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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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这世间万事多不能如愿 太子又何必如此伤感呢 二叔母 是你啊 太子 太子 还在为那云姑娘伤怀 二叔母 你可别乱说啊 我可没有 你若真没有 又怎会不听皇后之令 仍将那云姑娘藏在东宫 二叔母 你真别乱说 我早就将那云姑娘送出宫去了 我 送没送出宫去 太子心中自然有书 太子 我是你的叔母 我即便是知道些什么 我也不会出卖你 相反 说母是过来人 还能帮你出出主意 出主意 出何主意啊 我与皇后 嫁入杨家多年 她的脾性 我自然是清楚 她一直以来都很有主见 且一旦认定了便会坚持 你若违背她的意愿 只会将事情越弄越糟糕 那二叔母的意思 不还是让我娶那元氏吗 太子 元氏你是非娶不可 娶了元氏 才能让皇帝 皇后高兴 那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了 那二叔母的意思是 我先顺了父皇母后之意 娶了元氏 然后再娶元氏 正是 你堂堂太子 又不是只能娶一名女子 若是我娶了元氏 母后还是不让我娶元氏呢 太子 若是那云氏 怀了杨家的孩子 皇帝皇后 总不至于将她赶出去吧 对呀 还是二叔母高明 谢过二叔母 好 参见殿下 好 你怎么回事 我说了不准进来 出去 不准本宫进来 本宫快就走了 不准走 切身以为是别人呢 本宫不走 不走 本宫的心腹如此貌美 本宫怎么舍得走呢 殿下的心腹 是那边的太子妃 切身又不是殿下的心腹 别生气了 本宫心里只有你一人 这新婚之夜 也只属于我们 与旁人无关 来 强儿 你经验越发美丽了 我都不知该以怎样的思草 来形容你了 靖王喜欢 自是喜欢 女为月极者荣 靖王若是喜欢 那日后强儿 并多加打扮 可好 好 不好 不好 为何不好 强儿 你可觉得我这靖王府 这卧房 有何益处 靖王是大随的皇子 按理说 皇子的府邸 大多装饰的富贵华丽 可你这儿 却异常简朴 所以 姬王不许奢华 你可知我父母皇后的寝宫 更是简朴 甚至帘子破了 也是补了再用 母后身为一国之母 却常常素雅打扮 你可知为何 有些人生性便喜欢简朴 父皇与母后也是如此 这次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前朝便是因皇室及官员奢靡成风 烂了国家根基 终治王国 父皇以母后不想重蹈覆辙 故以身作则杜绝奢靡 所以 靖王便以父皇母后为榜样 是 既是如此 那我这个靖王妃 自是要夫唱妇随了 我明白日后该怎么做了 强儿如此明示礼 得此贤妻 夫妇何求 只是委屈强儿你了 强儿不委屈 身为皇子 靖王眼以律己 不图异乐 胸怀国家 前途命运 强儿得此夫君才是三生有限 只不过 强儿突然为靖王感到可惜 可惜什么呀 靖王才干出挑 人品贵重 本该大有所为 如今却只能为王 强儿师爷 强儿不该莽撞乱言 既往恕罪 强儿何罪之有 只握着强儿也 只是这番话 你我心中知晓极客 不可再对第三人说 琴儿明白 今日饮下这合金酒 从今往后 你我便是夫妻同心 共谋大业 又是一位 都在哪里 没有 今夜的合锦酒 本宫只会与你共饮 殿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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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早你让什么 你这是做什么 亲身来请殿下洗漱更衣 稍后续去向父皇母后请安 殿下 何人何事啊 无事 你快起来吧 低上量 你先过去 本宫稍后便到 是 这不是我们的太子妃吗 殿下 我还没向太子妃行礼呢 不过 亲身云氏见过太子妃 殿下 请搜搜洗漱去吧 你出来做什么 我怎知太子妃在外面啊 殿下是怕她告诉皇帝皇后 若她真告诉父皇母后 我们便完了 殿下 我就等着她去告状呢 反正他们早已知晓 我是殿下的人了 难不成还会杀了我呀 父皇 母后 请用茶 父皇母后 请用茶 我是搜索的 były 前几日本宫派人送了不少锦衣华服到晋王府 晋王妃不喜欢吗 母后送给儿臣的 儿臣自是喜爱 正是因为喜爱 所以才格外珍惜 儿臣心想 那样上好的华服 须等到日后 有重大节日时再穿 平日里 只要端庄大方即可 你乃梁国公主 如今又为我大罪王妃 却能如此质朴 甚是难得呀 父皇谬赞 儿臣 只是以父皇 与母后为榜样 如今 你们兄弟二人 皆已娶妻 又各自住在东宫 与晋王府 日后大家需相互照应 既然是一家人 不要太陌生了才好 尤其是太子妃与晋王妃 可相互学习 辅助夫君 共谋前程 是母后 父皇 母后 丽丘已过 儿臣想 是否可与家人 一同入山狩猎 倒不用大张旗鼓 只是一家人 相聚一乐便可 这倒是个好主意 既来皇帝日夜操劳 去舒展一下筋骨也好 陛下 您一下如何 你都说好 朕自然是同意了 那这件事便交由广儿 与晋王妃去安排吧 是 父皇 陛下 临朝时辰已到 好 你们昨日才举行大婚 今日不必赏朝了 谢谢父皇 这花好美啊 这花是本宫亲自摘下给你的 殿下 好香啊 他趁我病了 不去参加寿令 眼下却在此处与他这般 好看 与你很相衬 谢殿下 祥儿你啊 似你这般貌美 配的子妄 甚至合适 太子妃 太子妃你醒醒啊 太子妃 快来人啊 太子妃运过去了 快来人哪 来人啊 太子妃运过去了 快来人啊 太子妃 快来人啊 再次相聚一番 一事人生乐事 至于其他赏赐 便不敢贪心再要了 你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女子 输便是输了 我们输得心服口服 你们若是不要这赏赐 我可不答应 玲儿 别闹 父亲 我可没闹 玲儿这孩子 比男子还有志气 本宫很是喜欢 好了 诸位都别客气了 今日是家人团聚 荣儿 你别忙了 过来坐下 是皇后 依朕看啊 你们两个大男人 却不及玲儿一个姑娘家来的爽快 你们若想不出 那朕便随意拿个物件赏赐你们了 陛下 陛下 臣父是否可为二郎 求一个赏赐呢 赐是可以 说来听听 陛下日后是否 可以不再让二郎出征 你胡说什么 陛下 荣儿乃一介妇人 见识浅薄 若陛下需要 臣弟愿为陛下 为我大随 争南伐北 朕看来 蔡王妃不像是随口说说 好男儿都希望驰骋沙场 为国效率 你不想让二郎出征 陛下 臣父近来总是噩梦连连 我梦到二郎在战场上 被人砍得浑身是血 每日醒来 几乎都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臣父害怕 害怕噩梦成真 都说了那只是个梦 梦都是反的 你还当真了 二郎 陛下 荣儿对二郎 都说了那只是个梦 也是一片痴呈 再说二郎本已分封为王 荣儿亦是王妃 他们二人本应坐享轻浮 但 他们一个 愿在轿场训练军队 一个在宫中操心劳力 只因我们是一家人 有时家人间说话难免欠脱 莫要放在心上陛下 是啊陛下 荣儿愚钝 才说出这番愚不可及之言 陛下 你也是了解陈帝的 陈帝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陛下 二哥向来尽忠尽责 绝无懈怠之心 二嫂也是关心择乱 还望陛下 不要怪罪才好 好了好了 朕还未说什么 你们都各个为她求情 朕理解 蔡王妃一片苦心 也明白二郎的一片忠心 上次本是一件美事 却搞得你们各个愁眉苦脸 算了 今日便不提赏赐医师了 臣父惶恐 扰了陛下的性质 还请陛下降罪 好了 朕又未曾怪你 起来吧 快谢过陛下 谢陛下 今日难得我们大家一起出来 应当高兴才是 若是三哥太子还有丽华也在 从来就更好 就更好了 听闻太子妃病了 太子留在东宫陪伴 可见他们恩爱有加 待日后太子妃病好了 大家亦可再聚 若说恩爱 我可听闻 晋王与晋王妃 才是形影不离的好眷里呢 灵妹妹这是取笑我们 还是羡慕我们呀 若是羡慕我们 你也得赶紧找一个好夫君才是啊 哎呀 晋王殿下 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灵儿 你可听到了 赶快替为父择一位好女婿啊 父亲 来 来 干 来 你来做什么 天气凉了 母亲给你做了件披风 别再去擒假意了 我不需要 皇后 我们还是走吧 我去 你去 你会去 我 你会来 除了 什么 我 你会来 你几个弟弟并未对不起你 母亲希望你 莫要与他们断了来往才好 如今他们几个都长大了 也娶妻了 你的弟妹们 他们都很聪慧 很能干 母亲希望你 有空 可与他们走动走动 他们是你的亲人 日后你们才是彼此的依靠 母亲是想 若是哪一日 我与你父亲不在了 也总归 还有人会照应你 近来听闻 大兴的都会事 其内有一百二十行 三千余寺 寺碧有四百余殿 莫惠山姬 岂止是都会事啊 听我那经商的妹夫说啊 丽人士亦是十分繁荣 说是什么 抵一百四十一区 资货六十六行 举办命赴会 本是想让诸位商讨问题 你们怎么到都夸起来了 母后 儿臣相信 诸位夫人并非是为夸而夸 强儿嫁来随国未及 所谓旁观者亲 随国确实如 诸位夫人所说 四处繁荣 百姓亦安居乐业 所以要找问题 的确是有些困难 可凡事没有实权实美 找不出问题 这便是问题啊 母后 诸位夫人 虽心中有百姓 但毕竟未生活在一起 故而要大家了解百姓有何需求 是有些困难 前而有一个主意 只是 不知是否合适 靖王妃弹讲无妨 百姓有什么需求 自然是他们自己知道的最真切 所以便让他们自己说 儿臣想 是否可以设一个官署 能让百姓自行承报生活所需 以及尚存之难处 若是所成为实 则根据用处大小 对其有所奖励 好主意啊 的确是个好主意 以百姓之口 到百姓所想 这中间少了口舌相传的误会 多了几分真切 不过这设置官府并非小事 大本宫禀报陛下在座定夺 是 母后 靖王妃真是智慧 当真有皇后当年的风采 杨夫人过奖了 会怎敢与母后相比 如今的后生晚辈啊 比起当年的我们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日后 我们可以省点心了 快通阵说说 今日大家都承报了哪些敏剑之事 这两年它们承报的东西越来越少 到了今日 竟说找不出任何问题了 哦 难不成那些夫人开始偷懒了 那倒不是 今日啊 他们竟夸陛下您的风宫 风宫 伟纪 说找不到问题所在了 以臣妾对他们的了解 他们倒并非是阿谀奉承 偌大的一个国家 不可能没有问题 如晋王妃所言 这些夫人们 位于百姓同眠同居 又怎知百姓真正所需为何 所以 她提出了一个想法 她有什么想法 她说 可以设置一个官署 让百姓们 将想解决的问题 承报到该官署 一经采用 则可依照功劳之大小 有所奖励 这个主意好啊 战国是燕昭王 驻有黄金台招显纳事 如今我大罪亦可效仿 设立官署 征集民怨民情 带朕与众臣商议一下 该如何操办此事 是 陛下 朕没想到这个晋王妃 竟能想出这样的点子来 广儿得此嫌弃 日后必大有作为啊 就好比朕当年娶到了你 才有今日 陛下过奖了 朕的家罗 那是名副其实 只是 那个太子妃 那是名副 你 那是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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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是名副 你 我 是名副 我 互相帮臣才是 好 臣妾会安排的